记录他问 如果巫统要消灭华销 马华要怎么做 既然您说马来人不懂我们华人 那么马华要怎么样让他们去懂 OK 首先我们要让他们了解第一点 今天发生的这些刚才 那个Bersee's的那几个风波 包括Nassaupa 这个名字这些百灵堂 他跟目前的华文教育是没有关系的 学校是没有教这个东西的 这些人士 他的背景你也未必知道这是华小 或者是来自国小 我不知道 今天你对一些领袖 他的言论你觉得非常感冒 但是你不要认定他就是来自华小 有的时候华小毕业生 他讲话可能更加中恒 那么如果今天以他们的论述的话 你说来自国小的他一定是 主张国民团结 那我想今天回教党就不会强大 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的支持者 包括他们的YB 很多都是国小毕业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教育制度 或者来自什么样的一个体系的学校 他就会造就怎么样的人 是支持政府反政府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所谓的这一个 一加一等于二 他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 你说武统消灭 我想武统不会也不敢 如果他做的话 他就把自己的当时所承诺的东西 就直接由他自己毁掉 我想他不会也不敢 第二点 你说零星有基层 会挑起这个议题 我不否认 但是如果真的是国家领导人 或者是武统领导人 他们看得远几十年来 所做的东西 辛辛苦苦所坚持的 这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强项 以今天马来西亚跟中国 超过一千亿美元的贸易 他已经有了这一个 所谓的经济价值 我想这么好的一个强项 为什么我们要让他 成为另一个课题 而且他绝对不是我们的障碍 他是增加国家的竞争力 那为什么我们要消灭他呢 所以我认为从比较务实的角度来说 他们不会也不敢 不过有基层开始音量这样的声音 也不排除一些暴戒开始在做这个工作 所以今天我说 要把这个工作全面的展开 告诉他其实滑小没有神秘的面材 他教的东西全部是好像超新说讲 教育不止规定的东西 第二你说我们的这个水准不高吗 马来文英文 我告诉你他到了中学他跟得上 对 那么我们是读三个语言 对 如果读两个语言跟三个语言都一样的话 那我们也不用读了 我们不用进华小了 对吗 他不可能的 那么今天进华小 他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所以有些马来同胞来到华小 是因为华小的校风 所以我觉得就让他们有这个交融 这15%也是不可复视的一个数目 是 所以我不认为说 在这一方面呢 武统会这么急着说 要把他消灭 至少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 他不敢 但是他们有一些厌言的就是 我们其实很多华裔学生 到了中学 他一辈子也没有呢 跟这一个有诸同胞呢 打交道的 这也是我们另一个引诱 也对 所以我们要从比较平衡的角度 但是不要让他们很方便的 就把这些问题又算在华小的身上 所以华小等于成了一个出气筒 它是不应该发生的 对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的观众啊 他们都很关注这政策性的这一面 这位观众叫 他问 如果马化传达了给首相之后 首相没有任何行动 那么马化会不会跟巫统断交 就好像行动党跟伊斯兰党断交那样 首先你说伊斯兰党跟行动党断交 他们在这个雪州明年 他们又三个政党又核阻政府 其实我们不会呢 我们不会轻易说 我不要你你不要 我们不是在玩游戏 今天我们共同创立了这个联盟 而且后来的这个国阵 把这个组织扩大 我们是当年第一批 两个政党先开始合作的 到今天 今天不是谁把谁踢走 或者谁不要谁的问题 今天当我们的理念出现了 有这个相左的时候 这两个政党就应该做下来 问题在哪里 那么可能你有一些政治考量 而你不要看到 当你这边强的时候 可能最弱的 它我们最大牺牲者是另一个政党 你应该以整体整个联盟 或者是以整个我们目前国阵的这个利益 那么作为依规 因为你要胜选最后每一个人都是用国阵的旗子来参选的 所以你这样子来看的话 今天武统他需要得到马来票 当然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 但是你如果说只得到马来票 你的政权未必保得住 而且你完完全全得到马来票 你难道说可以拿到绝大部分90%的马来人支持吗 你没有华人票你也不行 所以我觉得以其说虽然现在少 但不至于的话他永远不回来 如果今天我们做一些能够打动他们 或者是给人感觉到再挽回民心的话 我觉得华人也相当务实的 可能他们有批判的这种习惯 不过当你做得好 他也会给你肯定 那就是为什么99年华人 非常多的给很大力的支持给国阵 当时马来票反而是困猎的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少许我们这边读者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这个出现了这样子的声音 消灭华小的布条 虽然它可能是少部分的声音 教总如何自处 在这样子的教总要如何自处 你们教总是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布条 然后教总接下来会做什么 正如刚才我说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了 过去也都有了 就是凡是在大选过后 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会有这些极端的分子就提出这样的言论 但是教总我们只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政府的组织 NGO 所以我们是比较专业关心这个华教 所以对这样的课题我们会比较敏感 所以当然我们要从各方面来看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 我们从这个宪法 宪法的保障本来最划小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 就是受保障的 我们国家的政策从独立以来就有两个源流 一个是国民小学 一个是国民型的源流 所以一直到今天 刚才我说了 它的课程都一样的 这媒介里不同而已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华人的立场来说 我们是间接的是要维护华教 为什么呢 我们说 对一科的华文并不是一个学习华文 我们今天的华教我们有 我们的这个学校是用各种的科目 都是用华文作为媒介义 除了国语和英语外 所以我们学的这个华文的时间是比较多 这是国民型华小 那么通过了这样的 我们就能够把学生的华文的基础 学得好 语文能力强 那么我们对这个文化的传承就有一个基础 否则的话就没有那种 我们学不到那种中华文化的传统 我们就没有明珠的那种泪涵 所以今天为什么百分之九十多的华人的家长都把孩子送给华小 这是表示是我们对自己的母语的爱护 我们要传承我们的文化 所以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言论出来以后 肯定作为我们这个比较熟悉这方面 我们一定会对第一时间 我们教总就已经是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 而且说出了什么原因不应该这样子讲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希望看到的是 所有的华团 热爱母语教育的文教团体 大家必须挺身而住 所以更重要的我们马来西亚的各华团应该要讲话了 可是我觉得 这表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看待 所以刚才我说 有关的这个极端的分子 他必须要受到这个严厉的这个惩罚 这肯定要 谴责至少 要谴责 最少要谴责 我觉得是刚才超纯讲的对 华人社会要有助同胞尊重我们选择孩子进入华小 这个学习母语母闻的权利 也同样的华人社会也尊重他们把孩子送去国小 即使有华人认为说国小是他的首选 而把孩子送去 华人社会从来没有谴责这些人的 因为这是家长的选择权利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比较理性来看 马来西亚的教育在这个部分 至少他给家长做一个选择 那15%的非华人选择在华小就渡 不应该被看成他是另类的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看得清楚 不能够一味就做一些指责 华人今天不去国小他有很多愿意 你看到他们越来越回教化 第二他们进到这些学校 家长也不安心 所以我觉得你要让你的国小成为首选 你也要让他更加强化 感觉到他有更学习环境不错 那对华人社会来说 我们丝毫都不会妒忌 也可以继续的做 华人不怕你来竞争 包括你华小如果做的不好 我们也检讨为什么这个部分做的不好 有精神才有进步 对不对 我再举一个例子 您说 你说啊 华小现在是属于全民的选择的学校 的确是啊 我举一个例子 富龙广学校 没有学生了 要搬圈 但是有一个家长反对 是马来家长 结果搬圈不成 所以你看这个证明啊 虽然是华小 但是还是很多 这个马来家长把孩子送进去 对对对对 非华裔家长都会把孩子送进来 就像刚才达兔家长讲的 他们认同我们的这个文化 我们的这个内涵等等 我给你更直接的资料 您说 在我的掌管的部门 这个中小型企业拓展中心 是 我直接一口气聘用三位 两位马来人一位印度人 是三个都是华小毕业的 那两位马来人 甚至在读中读书 有一位在中国呢 修硕士 刚刚回来 我觉得他们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呢 他绝对不会比任何华人呢 对整个华文文化的认识 他绝对不会少 但是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呢 撕掉他马来人的特征 我觉得当 我看到他们我感到自豪 对 他们用的这个语文 而且他完全可以站在 从华小生的角度看问题 是 他又可以从马来人租群的角度来看呢 马来人怎么看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要有更多这样的人 对 然后再做这些工作 对 我们需要更多青山大使 对 而不是一直呢各走极端 最终呢 就是走入死胡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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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